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有許多人入佛門 無論是進入大聖 佛法 受此三皈依的戒律 或者是進入金剛密聖 受密聖戒四皈依的戒律 都要尚求佛道 甚至在大聖佛法常常教授 受此三皈的佛弟子 就要趕快發心進取受此五戒 實在受五戒對我們眾生的利益安樂 對佛弟子的慧命來講 實在是利益太多太重大 也是學佛的重要的機制 所以今天要來傳授這五戒的典禮 不僅是對個人意義深重 對自他一切有情眾生 更是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利益在其中 希望大家以大悲心 以菩提心 這樣的動機來受戒 根據佛教的傳規 受五戒的時候 有上師 有師父 有法師 傳戒 就是從師 受戒 就是從師 受戒 如果 沒有上師 師父 法師 在的時候 可從其他的五眾 比如說 就是 比丘 比丘尼 就是 沙米 沙米尼 或者是 聚戒的 居士 這個人 無論是出家 或者是在家 但是呢 就是他對戒法 言辭 親近 禁言不犯 或者就是 他呢 對 戒法 戒相 很精通 很清楚 不是一知半解 圖具 虛名 形象 在受戒的人 就是沒有法師 沒有師父在 上師不在 可從此 五眾 受戒 如果 這些人都不在 你 又發心 有三歸一 至少三歸一 為機制 那時候四歸一 那就更好了 在這樣的狀況 你很想持受五戒 可以自視受戒 自己發誓 自己誓言 我 某某某 進行受 不刷生 或者就是 你看你要吃 幾條戒 自視受戒 誠實論中 典極有誓 五戒 隨日月長短 或一年一月 乃至半日半夜 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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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 有的人 他就是自覺 發心 根基 不足 所以 就說 好了 我一年受五戒 自己發這樣的誓願 有的就是說 我十年受五戒 其實話說回來 十年都受五戒 十年以後要再犯戒 也是真痛苦的事情 這個人十年都不殺生吃肉 不喝酒賭博 十年之後開始殺生吃肉 喝酒賭博 那身心有多大的衝突和轉換 是不是 那也遭遇到多大的巨變 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還是有這樣的人 所以一開始決定受戒 這個時間 在誠實論中 他有 隨日月長短 而受戒 這就是 在其他的經典有講到 若受五戒 必 盡行受 盡行受 行 就是我們的行貌 人的行貌相狀 我們的壽命 終其一生持戒 我們今天傳授的五戒 大家來報名 就是盡行受 受持五戒的 那一般 隨日月長短 受戒是在另外的因緣 這是一開始要跟大家講清楚的 根據佛教五戒傳規 有它的禮儀 也就是傳戒的次第 第一就是 夫作寢師 夫作寢師由熟悉 律以鬼則的出家人 來做這樣的 夫作寢師 請上師 法師傳戒的時候 要膚射法座 我們在佛子行三十七宋 在大圓滿前行五家行 種種的這些外共家行 普賢上師言教集 等等都有教授到 膚射法座呢 是修六度 是不是 然後它的細節 在此不復頌 就是說 我們來 附作 離勤上師 離勤法師傳戒 佛界 這也是 做佛弟子 集聚 廣大資粮的時候 特別是 情法的人 有 共與不共的殊勝功德 你看看 這麼多的居士 大德 男女老幼 由一位 情法代表 來理請 法師 傳授 佛界 這個人的功德 當然就是非常的殊勝 所以先 附作 請師 然後呢 以熟悉 律儀鬼則的人 法座不能隨便亂來 隨便就是 拿一個 你平常自己在座的椅子 給上師去坐 上師坐完 你就自己拿去看電視也坐了 甚至睡覺的時候還把腳放在上面 緣三寶造業者眾 我連以前講經法師 他脖子痠痛 撐著年脈的身體 一邊講經一邊撕下來的藥布 我現在都用當成傳承心物把它包著收著 供在我的坦承 上師踩過了踩腳步 你拿回家當你們家的踩腳步 耗盡一切福德之因緣 當然你會受到很多的不吉祥 造感很多的罪孽 所以 附作請師 要熟悉律儀鬼則的人 為什麼呢 熟悉律儀鬼則通常是出家人 他對律儀 出家通常 已傳歸前五年 五年學界 特別的經驗 奠定一個人出家修行人的成就的基礎 所以他對戒律是非常講究 絲毫不敢違反 醒夢一如的持戒 不是說醒來的時候要持戒給人家看 人家在注意的 拿著香板在那裡巡邏了 沒持好 啪一下打一個 多丟臉啊 戒律很莊嚴這樣 睡覺的時候就大自省 亂睡一通這樣 不會的 他真的要學戒醒夢一如 非常的莊嚴的致詞 要以熟悉律儀的出家人為禮 這個禮才會聚足起來 有沒有禮盡 有沒有失去禮儀 有沒有喪失恭敬呢 這個自己要好好的修學了 第二呢 就是傳戒的上師要來開導來 傳戒的上師呢 這時候就是戒師演說五戒的意義 說明受五戒對於信佛學佛的重要 那這我昨天還有歷屆傳授五戒都有宣講 怕八關齋戒的法會 也再度強調 日常生活的行持也常常跟大家 就是切磋勉勵 是不是互相來提醒互持 所以這是一生修行的學處 那希望今天受戒的人 各道場要舉辦 就是把往年傳戒時間比較充足的 這個教學的影片 大家共修好好的來餐廳 來補足其他的教授 第三就是齊勤聖眾降臨壇場 所以我們剛才要念誦齊勤文 齊勤傳承的祖師常駐三寶空行護法 靈壇加持正名受戒 這可不得了 如果你有什麼急難 災劫 有任何一尊聖賢出來說 這個人有持五戒 你就要消災免難 你看這地方要地震 那要死多少人 這時候某一尊菩薩 這個人是我的弟子 他要受五戒 他不可以死 所以我們十二萬分 恭敬的心 禮挺專程的祖師常駐三寶 空行護法聖眾 靈壇 證明我們受戒 加持我們 也奉勤 勇士空行護法聖眾 犯士諸天 大犯天 帝士天 天王 天眾 或者是護法 鬼神眾 奸壇護戒 有很多護法是神 有威力 有神德的威神 有很多護法是鬼眾 但是呢 為了護持佛法 也有聖眾 視線鬼神像 但是也有鬼道眾生 一心護法 所以很多同修 有的時候 學佛修行 居心不良 多所違犯 或者是刻意的 去違世犯戒 有很多的不吉祥 是不是 身體上 有很多的病痛 在精神上 哎呀精神上 多了 睡不著了 憂鬱症 躁鬱症 強迫症 什麼官能症 通通都來 牙齒腫不消 眼睛看不清楚 明明睡覺了 一整夜 躺了十個小時 起來 喝欠臉臉 全身痠痛 什麼都有 所以在佛門 非常的慈悲 非常的講究 寬大寬容 但是佛門的律儀 是所有宗教最嚴謹的 所以它的成就最高 是否認識 很多人 沒有 神典 你 可以 有 有 有